Bassanova 現在我來解釋一下 在兩個人編制的時候怎麼樣演奏Bassanova 如果另外一個樂手是Bass的話 基本上你要去理解 你們要共同呈現出Bassanova這個節奏 而不是像我剛剛在之前的影片這樣子 所介紹的Bassanova的其他那樣彈 你就不管其他人在幹什麼 就顧著彈自己的 這個是合奏的大忌 那你們要共同呈現出Bassanova這個節奏 就要記得那種聲音的感覺 低音跟高音怎麼樣分工合作 組織出一個Bassanova的節奏 現在我們來試試看 我用Bass來演奏Bassanova的低音 就一樣在第一拍的前半 第二拍的後半 第三拍的前半跟第四拍的後半 聽起來是這樣 那我來試試看 如果吉他手在跟这样子的贝斯手合奏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弹 基本上因为低音已经有贝斯手在弹了 如果你把低音一起弹进来 听起来不会很酷 因为有一个低音的声部 有两个人在做 你们不见得会做得非常的整齐 我试一次哦 我把低音高音一起弹 1 2 3 4 我们来听听看跟贝斯加在一起之后 听起来是什么感觉 1 2 3 4 现在我来试试看 跟贝斯手站在合作的角度 共同呈现Bassanova这个节奏 所以当贝斯手弹出那个低音的时候 我可以省略低音的声部 不需要弹了 只需要专注在高音 听听看 1 2 3 4 现在听听看跟贝斯的声部合奏的感觉 1 2 3 4 如果已经有人帮我弹低音的声部了 高音的声部我可以弹得更丰富一点 更活泼一些 例如说声音可以采取比较多的断音 例如这样 1 2 3 4 1 2 3 4 有时候断 有时候有比较长的延音 你可以去做变化 或者是采取不同把位的同一个和弦 例如刚刚C-7 我可以这样弹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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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各种不同的把位 各种不同的voicing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音色的处理 听起来就会变得比较活泼一点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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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cing voicing是和弦 声音上听觉上的变化 另外 如果是两把吉他的话 跟刚刚我所示范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就是 一把吉他要处理低音的声部 另外一把吉他要处理高音的声部 我现在就试试看 用刚刚那样子 一把贝斯一把吉他的编制 来合奏弹出 Blue Baza这个曲子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2 3 4 1 3 4 2 3 4 3 4 5 2 4 5 3 5 6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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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 10 1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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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